我觉得国防不是靠口号 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在喊说什么 处处都战场 实时在训练 我们刚刚在开玩笑说 有啊 台湾最强的军种就是网军 网军不就是处处都战场 实时在训练吗 所以之前那个 我记得赵绍康 赵先生 有曾经讲过要主持网红国家队 用网路的力量 来反攻大陆的认知作战 其实是不错的想法 但是现在明讲的网军 都在对自己国内大作战 有这么强的军种 用在国内实在是有点浪费 尤其是用在党内的人 我像我跟文杰都是民意代表 我相信我们最近常常接到一种选服 你应该也有接到 家长一直push 可不可以提前去服军事训练役 就怕打起来 怕明年会加长 怕明年会危险 所以你知道兵议局那边 赶快当完赶快结束了 不要再拖了 兵议局那边头都抓到 头发都快掉 说每个议员都在 都有名单送进来 每个父母都说自己的小孩 有多么急迫性要去服这个军事训练役 坦白说过去服这个军事训练役 很多爸妈跟小孩就是撑过去 四个月就给他撑过月 混过去或者是怎么样 回来就可以工作 回来就可以去留学 所以这个军事训练役 到底真的能够强化多少的作战能力 之前我们不是有个立委的 那个曾经说过 他的小孩的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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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但卑星有人说是待无什么 鑽甲車 他連進去都沒有進去過 唯一的親密接觸就是YEAH這樣子 那請問這樣子 你真的 他兒子慘了 下次把他抓去開著 叫招的時候 給他進去 我們一直在買這麼精密的高階武器 那到底未來誰來操作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國防部一直說 冰貴金貴多 沒有錯 可是我們現在是不金又不多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買的武器到底要給誰用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一天到晚我們覺得說 哎呀 我們要捍衛台灣 我們可以撐台海如果發生 我們可以撐7天 可以撐14天 請問一下你要靠誰來撐 所以一方面不敢去動這個兵制的問題 沒有人敢動 沒有一個總統敢動 為什麼 易放難收啦 易放難收 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你影響到的是選票耶 年輕人的選票 父母的選票 而且不是這一梯次 後面所有梯次 15 16 17 18 他都撐一旦了 他都撐一旦了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沒有總統敢動 即便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看到現在的兵源問題 他也只能說 哎呀 這個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 可是台灣你要做好準備 你要怎麼準備 不是花錢了事耶 戰爭還是最後要靠人耶 就陳水扁末期 馬英九那個時候呢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兩岸還算和平啦 所以呢 陳水扁開始縮短兵期 馬英九回來就改成這個募兵制 主要留意就是說 如果沒有打仗的話 而且我們現在說少子化 對不對 社會其實虛才恐陰 都搞到部隊裡 搞兩年 甚至是浪費時間啦 平安心說 如果沒有打仗的話 扶兵役 那是浪費時間 除了新兵訓練中心的幾個月 身體量好一點 浪費時間嘛 數饅頭沒在這邊 但是真的有戰爭 緊張的時候 那當然是很重要的 不但訓練每天要出操 施對抗 還有各種演習嘛 那情況現在就是緊張啊 全世界都說緊張啊 那全世界這麼緊張 然後我們又搞一個募兵 對不對 然後你募兵 又不僅僅募得到你的 大概只能募到八成 你的戰鬥部隊 對不對 然後到底是不是真的金呢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你募不金呢 因為你待遇給的又不夠高 你是比以前高 但是又不夠高 所以你也不能夠真的 找到那種勇士 厲害的人來 所以搞個不上不下 那你這樣能撐多久呢 真的能打仗嗎 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 對不對 但是又不能講 也只好講說 給你看到最後一兵一足 不行 把哨把拿出來 那講講而已 打仗是靠講的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然後 再開啟通知小鈴鐺 然後 再開啟通知小鈴鐺